小红帽与大灰狼的故事想必各位打小都听说过 而且版本多的惊人 有时候小红帽战胜了大灰狼 勇敢 有时候小红帽被大灰狼吃了 可怜 甚至还有版本说小红帽把他祖母给吃了 孝顺 我估计换成线油巾还能多出个版本 话说2009年 一对跨国夫妻制作的恐怖艺术游戏 雪境迷宗发售了 这部我心爱的杰作堪称把小红帽的故事 抽象的推往了黑暗和恐怖的极致 以灰色难懂的片段和阴森压抑的场景让人印象深刻 时至今日依然有人在猜测这部作品的真相 是什么 纵使已经过去了十几年 但是依然有一批真爱粉 走护着这部作品 而且三分之二的粉丝都是女玩家 我深刻的记得他刚发售的时候 宣传鱼里边写着这么一句话 活生生被狼吃掉 并不是一个女孩能经历的最恐怖的事 总之这期的精读 咱们就好好地回顾 并挖掘一下这部2009年的艺术神作 雪境迷宗 OK 好戏开始 雪境迷宗 为什么我还记得他呢 因为我就13年前 国内最早接触到这部游戏的人之一 并且非常沉迷于他的这个艺术理念 实际上看过我老视频的观众应该记得 这个制作组TOT公司已经倒闭破产了 而他之前的成员实际上只有两个人 也就是这对夫妻 他们的大多数作品并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游戏 都算是借用了游戏交互性的艺术实验 关于这对跨国艺术家夫妻的故事 可以去看我去年制作的一期关于他们俩的视频 话说后来 想要真正理解这部晦涩难懂的作品 就必须要挑出游戏这个单一的圈子 这部作品涵盖了我之前讲过的 意大利千黄电影文化 欧美民间传说 超现儿主义绘画 哥特艺术 以及宝利来摄影等等 由此可见 这是一部融合了相当多艺术理念的作品 为了更好的摄影风格 我就拆成了上下集来讲述 在故事上 以六位女孩的青春期为节点 下期内容可能信息量更大 我认为你在看了这两期视频之后 能真正理解这部作品的由来 和这对夫妻作者的艺术理念 以及一些这类作品延伸的内容 好了 言归正传 最简单的一个问题 这故事讲了什么 首先作为作者的夫妻二人 根据小红帽的童话中 非常古老的一个版本为参照 把自己之前几年设计的 三个没能拉来赞助的游戏 融合到了这一个里 雪精迷宗的故事很简单 六个姐妹居住在某个城区的红房子里 他们的妈妈让他们去探望 身患重病远居在林中小屋的姥姥 于是六位姐妹依次出发了 来到了森林的边缘 有一条小路可以直接通向他们姥姥家 但小路两侧的森林中 蕴含着某种不可言说的魔力 狼也躲在森林里 游戏本身不会强制你做任何事情 等你进入森林 遇到狼之后 最终再抵达了姥姥家就算结束了 按道理说母亲已经提前告诉了六位姐妹 不可以往森林里去 但是嘛 好奇心是孩子们的天性 他们很难抵御森林的诱惑 一旦进入森林里 除非遇到一位白衣少女 否则就无法逃离了 这六位女孩将在漫无边界的森林里游荡 捡到各种奇奇怪怪的东西 看到各种似乎不该出现在森林中的场景 采摘144朵白色的野花 至于为什么是144朵呢 下期揭秘幕后真相的时候咱们再解释 这六位女孩还会在森林中遇到属于自己的独一无二的狼 每个女孩坐着汽车来到乡下那条小路的起点 然后他们就可以选择直接从这条路跑到他们姥姥家 但是推门进去的时候就会发现 姥姥睁着眼儿躺在床上 旁边还蹲着一头恶狼 这算是一个典型的小红帽故事的再演绎 但倘若女孩们选择不进入森林的前提下 直接进入他们姥姥家 那么屏幕上会直接蹦出几个大字 游戏失败 也就是说这部作品的意图很明显 就是要这帮女孩去探索这片神秘的森林 相当于在阐明人在成长的过程中 毕竟会经历种种磨难 这部作品的很多线索和秘密都不在游戏里边 我记得故事中每个女孩都有自己的博客 她们会把自己心里想的事情 分享的某个网络论坛里如真似幻 同时作者夫妇也表示过 这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描述死亡的故事 而是关于恐惧和怀疑的故事 意在描绘女孩们在成长中对于某些事物的渴望 不经意被某些事物控制 不得不服从或者学会放手 跌倒后再站起来 我觉得作为人类 无法避免会迷失在无形的相连中 寻找属于我们自己的狼 直到某一瞬间被她的爪子撕开了柔软的皮肤 OK 好戏开始 故事中的六位少女分别是 九岁的罗宾 十一岁的罗斯 十三岁的金姐 十五岁的卢比 十七岁的卡门 十九岁的斯嘉丽 这六位姐妹的年龄间隔恰好横跨了一个女孩 从懂事儿到长大成人的十年光阴 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关于女孩成长的故事 还涉及到了不同阶段和相应的男人打交道 面对相应年龄阶段的成长阵痛 我先给大家介绍六位姐妹里边最小的妹妹 只有九岁的罗宾 她刚过完九岁的生日 收到了一身红色的帽衫 标准的小红帽造型 出发之前还正在玩自己的玩具 她决定穿着这件新的衣服去探望姥姥 实际上是不想在家待着 罗宾是一个非常活泼的小女孩 森林对于她的诱惑非常的大 里边随便便的花草草都像是宝藏一样 尽管母亲千叮万柱 让她不要靠近那里 但对于九岁的罗宾来说 大人说的话反着听就对了 她自己漫步在森林中 时不时采摘几朵白色野花 还能听到四周传来奇怪的声音 包括狼的叫声 但是她非但不怕狼 还很喜欢狼 此时的她还无法理解死亡的概念 身为小孩子 她认为那与自己无关 在森林里前一奔跑的时候 她遇到了一个白衣少女 两个人很快就成为了朋友 互相拥抱 白衣少女似乎想要警告她远离森林 于是手拉手带她跑出了森林 此时就会发现森林里边冒着诡异的光线 但是罗宾并不想离开 于是她又回到了森林里 这期间她发现了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 比如说玩具熊 鸟类的尸体 刀子 气球 报废的汽车 等等等等 还会经过一些独特的场景 比如说废弃的游乐园 不知谁居住的营地 飘着白雾的湖泊等等 每当和场景或者道具互动的时候 罗宾都会表出自己的心声 比如坐在长椅上的时候 他就在想 狼和狗是差不多的动物 但狼人则不一样 狼人和人似乎没有区别 罗宾对于一切陌生的事物 都抱着本能的好感 即使尖利的刀子 在他看来也只是切蛋糕的工具 坐在破旧的购物车里 假装自己是一件打折的商品 捡到了一颗里兹饭店那么大的宝石 心里想的却是买下全世界所有的玩具 他最喜欢骑旋转木马 即使看到了一个轮椅 他也想要坐一坐 以他对狼的认知 骑的狼背上跑肯定非常好玩 他收集到了很多千奇百怪的道具之后 罗宾跑到了一片墓地附近 竟然发现了一只站着走路的狼 仿佛就是他脑海中的狼人 虽然墓地代表着死亡和凋零 但罗宾对于死亡并没有明确的认知 他认为人死了 就像花种子一样被种在土壤里 他希望天堂是一个好玩的地方 罗宾一边淘气地挖着坟 一边琢磨着好玩的事 一旁的狼人漫不经心地经过 只见他时不时会蹲在地上 于是借这个时机 罗宾跑到了狼人旁边 一下就提到狼人背上 狼人似乎很是愤怒 他想要立刻甩掉罗宾 但是并没有成功 随后一阵阵钟声敲响 似乎满月到来了 狼人站起了身 开始向着天空中的光亮嚎叫 不久后 罗宾从姥姥家的围来外边醒过来 天上下着雨 他自己的全身已经湿透了 缓缓地站起身 拖着沉重的步伐走进了房子里 只见房子内部阴森无比 不知为何家具都倒了 每一扇门上都有狼的爪痕 走着走着二层中出现了儿童房 以及象征着生日的气球和蛋糕 一尊圆月出现在了天窗外 整个走廊长得惊人 不断有狼的嚎叫声传出来 走廊尽头 姥姥的房间里竟然出现了一个深深的墓穴 伴着月光非常的恐怖 罗宾一头栽进了墓穴里 随后便让他故事一闪而过的结局 把这些图片截出来一一对应 罗宾的身体被狼爪抓挠 看着好像四分五裂了 甚至包括他的脸 除此之外还有狼的血盆巨口 最终罗宾的故事结束了 十多年以来 大多数人都在争论女孩们的死因 看法层出不穷 但如果用严谨一些的角度来看待这部作品 实际上所有的女孩都没有死 因为这不是一个刻画花式死亡的作品 以这段夫妻作者撰写的创作意图来说 所有女孩的结局都是其相恶年龄段 人生道路上的一次成长阵痛 这种痛足以让他们清醒地审视现人世界与自己预想之间的落差 很明显的暗示就是 当女孩们蹦蹦跳跳直接跑进老家的时候 游戏就失败了 一个无情的玩笑仿佛在告诉女孩们 这样的人生是不真实的 相恶的那些痛苦是成长的必经之路 况且很少有孩子能在那样的年龄段不被任何相恶的事物诱惑 不经历丝毫身心的困扰和伤痛 白衣女孩看似理性的化身一般 会拉着女孩们逃离森林 但实际上在成长的过程中 王后在年幼的时候经历了相恶的痛苦 才会在心中出现一个相对理性的声音 而不同的狼只是女孩们在每个年龄段会遇到的主要矛盾 拿罗宾来举例 罗宾所遇到的狼在造型设计上是一头传统意义上的狼 也接近于传说中的狼人 个头巨大 行动笨拙 甚至还有一丢丢可爱 但他爪子锋利到足够割开任何人的皮肤 在表现上来说 罗宾所比他更有侵略性 他并不想让罗宾骑着自己 满月的时候 他体内人类的部分便会显露出来 这头狼以及罗宾的部分 最贴近于小红帽风格的故事 这是一头会挖地洞 会吃掉外婆和小红帽自己的狼 身有罗宾这个角色本身 这位九岁的女孩眼中 世界是非常简单的 所有的事物大概就是两种 好玩的和不好玩的 不需要考虑任何社会性的问题 直到每一天都如童话一般度过 再加上她是一个很少出门的孩子 相当于没有经历过任何想象之外的危险 当这位九岁的少女刚刚走出家门 认识这个崭新的世界 开始意识到狼并不是她认知中的可爱动物 人死后种在土里也并不能重生 刀子除了切蛋糕还能伤害别人 钻石买不到全世界的玩具 甚至钻石本身比玩具更珍贵 当她明白这些的时候 过去的自己便一去不返了 罗宾这位九岁的女孩 终于开始渐渐明白了自己 所想的这些东西并不简单 随之那份童真破灭了 怕对这个世界有了初步的认识 可谓爸爸的花落了 我也不再是小孩了 接下来六姐妹中的罗斯登场了 她十一岁了 留着披肩的长发 穿着红色短袖连衣裙 出门之前正在抚摸着一只兔子 罗斯的造型参考了日本动画 《灵芸》中的一个角色 罗斯本人已经对这个世界 有了初步的认知 她已经懂得了保护弱小 且对大自然有着美好的向往 她已经到了可以体会 诗歌韵律的年龄 感觉生活是充满了诗意的 突然飞过的乌鸦 穿着黑色的礼服 发出痛苦的声音 森林中的花儿草草都是美好的 值得赞美一份 来到墓地她感叹着 生与死的循环没有起点 也没有终点 死人在泥土中继续生活 他们的灵魂飞向了天堂 在与白衣少女拥抱玩耍片刻之后 罗斯捡到了一只死去的小鸟 这小东西是从树上的窝里边 掉下来摔死的 想飞没飞成 倘若罗斯自己也长出了翅膀 那么她也愿意尝试飞翔 罗斯开心的奔跑 闪着雪花的电视机被她关掉 她更喜欢搭自然本身 捡到真管的时候 她下意识地想到了生病的姥姥 罗斯的内心关怀着一切 看到营地附近的树木 被侨夫标记了叉子 内心立刻就开始谴责起来 看到一把刀插在木桩上 就连忙把它收起来 生怕有人会因此受伤 看着猎人打猎留下的弹壳 心想 少一颗子弹就多一条生命 罗斯看向深深的井中 仿佛窥探到了自己内心深处 自己的某个梦想 大概就是拥有一个 放满了奇花异草的温室 捡到钻石的时候 她更希望这东西能被有需要的人拿走 总之她不曾迷恋这些物质 更渴望如诗歌中描绘的一样 活在梦幻般的世界里 如果气球没有线牵着 就可以飘走 那么自己多么希望和她一样了 不知不觉 罗斯跑到了迷雾沉沉的湖边 湖中心似乎有一片发光的云朵 想要抵达那里就必须要划船过去 于是罗斯开心地朝那艘船跑过去 内心中在欢迎那朵云来到地球 此时突然下起了雨 罗斯伴随着音乐跳着舞 希望自己也能飘舞在半空中 罗斯乘坐着小船来到了湖中心 只见那朵云中藏着一个人 那人飞舞在空中注视着她 神奇的是正如罗斯所愿 她自己也真正地飘向了空中 雨中 罗斯从昏迷中醒来 缓缓地走进了姥姥家 发现房子里边竟然在下雨 她缓缓地穿过了血红色的洗手间 随之雨水越来越深 她经过了梦想中的温室 可是这里却被水淹没了 在走过长长的走廊之后 终于进入了姥姥的房间 会发现里边家具在水中疯狂地转动 随后她的故事结束了 罗斯遇到的狼是一头云中之狼 如同变幻莫测的天气一样 她未曾想要伤害任何人 她转动起来的时候美得像雷暴一般 但是留下的却是各种破坏 罗斯热爱大自然中的鬼斧神功 也热爱着美的事物 云狼就是大自然美的化身 罗斯一直渴望飘在天空中与大自然共舞 所以说这个云狼也同样是 罗斯本人对于这个世界抽象的认知 层层迷雾笼罩着其表面 而其真实的样子 她还不得而知 罗斯长岗道路上的痛苦 其实并不难理解 11岁的她已经可以分辨出 最基本的危险之物 比如说锋利的刀子 斧头 子弹等等 但是对于大自然不切实际的想象和向往 同样具有危险性 诗歌与童话中 角色可以飞在空中 甚至可以化为天上的一道云 但是回到现实中 这些就脱离了可能性 闪电出现的瞬间 固然美丽 但是她的破坏力非常的惊人 波光临循的湖面 看得如同镜子一样 但也能吞噬大意的人 风暴的中心无比平静 但不久后就能颠覆一切 11岁的罗斯 足以代表那些初步认识了世界的少女 带着非常梦幻的想法 渴望深入探索一切 欣赏周遭事物的美好 但是这个过程中充斥着危险 一些事物的多样性 注定她不可能像书本和故事中描述的一样 通过各种可能的意外 她便会意识到 美丽不等同于无害 想象不等于真实 不加考虑脱离实际会付出代价 这时期女孩开始从童年向青春期过渡 身心开始逐步成熟 朱莉开始从外界逐渐转向了自身 开始意识到自己的一些变化 第三位女孩登场 她是绰号假小子的金姐儿 刚刚13岁 她竟然开始厌恶周围那些女孩们的漂亮打扮 也开始抵触那些精致的小东西 她剪了一个马蒂尔达的发型 染成了红色 佩戴了两根乌鸦羽毛的头饰 脖子上有条项圈 酷炫是她最大的追求 她活力十足 不想长大 更想去做那些其他女孩们不会去做的事 虽然这样常常会被周围人误解 但是她并未想太多 在森林中漫步 她时刻关注着新鲜的东西 比如捡了一个可以涂鸦用的瓶子之后 她立刻留下了自己的痕迹 森林中出现的舞台也并未让她停留片刻 她更希望去探险 去做那些有挑战的事 在路过营地的时候 她非常的兴奋 巴不得在这扎帐篷度过一晚 金静尤其喜欢那些冒险故事中的场景 比如在午夜的森林里边点燃篝火 幻想自己是这片林子里边跑得最快的人 不一会儿白衣少女跑过来了 给了她一个拥抱 随后还亲吻了她的额头 但金静并不喜欢别人亲吻自己的脸庞 于是她跑远了 不久之后 发现了一棵独一无二的树 于是她立刻如科西莫附体一样 兴奋地爬上去了 看到被丢弃的唱片 好奇把她扔出去能飞多远 危险的东西对于她来说是有两面性的 比如说一把锋利的刀子 虽然危险 但是对于爱冒险的自己来说 她也可以有别的用途 不知不觉金静尔来到田野中 数不清的乌鸦飞来飞去 田野的中央 一个稻草儿孤零零地站着 周围的电线上蹲满了乌鸦 不知何时 一个红衣少女出现在她身边 金静有些好奇 她摘起了一朵野花 随后漫不经心地走到了附近 那红衣女孩热情地跑过来和她玩耍 两个人先是拍了手 随后又回扬之间推丧去了 金静有意离开 却被女孩从后边捂住了眼睛 这下她也忍不住了 想回头捉弄那女孩 两个人愉快地奔跑着 红衣女孩躺到了地上 伸手邀请金静一起躺在这里 于是金静靠了过去 但是却被女孩恶作剧绊倒了 当金静醒来的时候 缓缓地走进了老家的房子里 发现里边到处都缠着长长的头发 可怕的嚎叫声不断地回荡 走上二层 只见躺椅子不断地摇晃 她进入了一个隐蔽的房间中 随后开始在地板上爬行 发现床下藏着各种玩具 甚至乌鸦的尸体 随着金静绕开头发和铁丝网 爬进了姥姥的房间之后 发现里边到处飞舞了乌鸦的羽毛 无数张血腥的床垫包围了周围 金静的故事结束了 金静遇到狼 是故事中唯一一个女性身份的狼 也而作者夫妇早期设计出来的角色之一 夫人哈维希望作品中 能够出现双胞胎的概念 于是把白衣女孩和红狼 设置成了对立面 相比于白衣女孩 想帮助六位姐妹逃离森林 红衣女孩则更想去恶作剧 和捉弄金静 比如说她会突然消失 出现在另一个地方 总的来说她就像金静的女性特征 比较强烈的版本 从闪回的途中不难看出 红狼喜欢玩有危险性的游戏 而金静自己也类似 但是她并不愿意在打扮和特征上 变成红狼那样 这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感觉 比如说金静有的时候 跑到红狼身旁 对方反而跑开或者消失了 反倒金静不曾注意的时候 红狼才突然和她开始了互动 某种程度上 红狼仿佛就是金静自己 一直在回避却要避不开的一面 金静是作者夫妻中的妻子 奥利亚哈维最喜欢的一个角色 这个角色本身是一个 很容易被人误解的女孩 人们叫她假小子 结局飞速闪过的途中 有一张是金静的脖子拉长之后 被铁丝切断的场景 仿佛被凶狠地从童年的末尾 拉到了青春期的感觉 其余的则是她双膝跪在地上的情景 以及不断用双手回避什么的场景 13岁的她已经步入了 童年和青春期的交界 这个时候 孩子们也开始意识到 性别之间的差异在慢慢地扩大了 也正是身体开始进入 飞速成熟的初期 第二性征的出现 开始导致青春期的孩子们 对于自身以及同龄人 产生了新的认知 不难看出 金静是一个不想长大的女孩 她一切的快乐 都建立在一个恰好的年龄段 这个时候 性别的差异并不会造成 太多的困扰和约束 但是当青春期飞速来到的那一刻 她将不得不面对自己所抵触 或者没想到的事情 也就是生理上的变化 金静不喜欢长头发 她看到本就狭窄的走廊中 到处都有黑色的长发 和尖利的铁丝 逼迫她不得不爬着通过 到处飞舞的乌鸭羽毛 以及藏在床底下的玩具 更多反应的依然是关于 她对自己的外在和内在 认知上的矛盾 以及进入青春期之后的不适 老了房间中 四周那些血红色的床垫 已经抽象地暗示了 她身为女孩 开始经历生理变化的情形 进入了青春期的金静 开始意识到 自己不得不客观地 看待性别和自我 只有一个瞬间 她是无法回避的 童年的自由将会越来越远 青春期的阵痛和枷锁将会长半 不论喜欢与否 她都会面临女孩们 会经历的那些困扰 截止到这儿 已经讲完了三位姐妹的故事 下期视频将会是后边 三位姐姐故事的挖掘 走向将会更加黑暗 同时下期经读 我 伯伟军 也将深度挖掘 小红帽的黑暗传说 并且详细讲述 雪晶迷宗的前世今生 和几位对本作 有着重要影响的艺术家们 我认为 想要真正看懂这部作品 这些内容缺一不可 OK 咱们过两天 teen 会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